董宇辉新号宇辉通行昨晚直播 一共进行三个小时 点赞量破10亿 最高在线人数超16万 首播带货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5亿元 到晚后半程 是新东方老总于敏红和董宇辉一起直播 看到惊人的上货下货速度 于敏红也忍不住询问 这是下了就卖完了是吗 董宇辉则就要表示今晚差不多是这样 秒空 对此于敏红也赞赏的点点头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 就已经拿上来 就拿下去就已经卖完了是吗 快了 基本上是今天晚上的产品基本上来就空了 对 据了解 此长直播一共上架几百件商品 大多都是年货需要的农产品 还有饮料红包 非常符合老百姓的需求 董宇辉也在直播时透露 直播间未来仍然会专注注农 并给大家带来知识与文化 未来会走出直播间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远的风景 实在令人期待 于敏红也忍不住夸董宇辉 将他梦想之中地性公司规划得如此之好 不过董宇辉的情商一直在线 直言自己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董宗 你什么感觉这么多网友支持你 我还是想不通为啥 他们愿意喜欢我 愿意支持我 咱那来个坚果礼盒 坚果礼盒啊 过年大家可能需要 这三个坚果不错 董宗 你什么感觉这么多网友支持你 我还是想不通为啥 他们愿意喜欢我 愿意支持我 咱那来个坚果礼盒 坚果礼盒啊 过年大家可能需要 喜欢你肯定是有理由的 你的语言 这个文化 传播能力 用心跟网友沟通能力 你的真诚 你的态度 都是大家喜欢的 还有你的长相 哎呀 就是长成这样 大家可能审美已经发生 不应该的转变了啊 我觉得其实 其实我做的事情很普通 因为很多人其实都在做 好多从小的城市 县城乡镇 甚至农村 一路奋斗 莫爬滚打 然后走到今天 在大城市里 逐渐站稳脚跟 然后努力生活的这些人 这不是我一个人 在过去三十年 中国完成了这个城市化 它是数千万人 甚至是数亿人 然后我可能只是其中一个 非常普通 其貌不扬的一个人 你要说读书 肯定不是最多的 你要说这个做事 也不是做得最好的 无论从哪个点上 可能都不是最好的 直播 有时候就是命吧 我就想到最后半天 只能想这是不是 祖上积乐得了 直播最后 观众们仍然恋恋不舍 有予会看到点赞买单 激进疯狂的粉丝 感激表示 我起鸡皮疙瘩了 不要再点 别怂恿他们买了 请不吝点赞买